面前这个女人为了给死去的丈夫复仇 不惜一次又一次地献出自己的身体 美月绰业完社长之后 来到车上和小杨复盘二人得到的线索 原来小杨调取了林木自杀那天的监控 发现林木是第一个来到公司的人 而当天在林木出去时 斋藤紧随其后 两人离开一段时间之后 却只有斋藤回到自己的工位上 于是二人开始着手调查斋藤 却发现斋藤的背景很简单 可是美月认为 这个世界上的伪善之人并不少 而斋藤的问题最大 美月发誓 第二天 美月开始接近斋藤 因为他认为斋藤是嫌疑最大的人 就在美月越想越出神的时候 斋藤提出了与姐经历恐吓之事 再到社长被公之事 他早就认为有人在背后作怪 美月本以为斋藤发现了他 但是斋藤的这句话让美月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撞上了二人 美月看着远去的小女孩 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小女孩来到了天桥上 看着正在行驶的火车 闭着眼就翘了下去 还好美月和斋藤及时赶到 救下了想要轻生的小女孩 清醒的小女孩看着美月 第一反应不是道谢 而是对着美月丝毫 杀起来 美月看着小女孩身上瘀青 明白了小女孩也许是被家暴了 神秘复仇的美月鼓励着小女孩 于是他递给小女孩一瓶药水 然后告诉小女孩 在保护自己的时候用出这瓶药水 因为小女孩的经历 让他想到了儿时的自己 而他俩生存的动力都是复仇 第二天 斋藤由于工作问题忙到很晚 美月也陪着斋藤一起下班 可是斋藤无意间扭了脖子 美月假装善解人意的样子 接受着斋藤 二人表面上 看似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可斋藤早就对善解人意的女神动了心 这时美月突然向斋藤提出疑问 斋藤回答 他会非常害怕 而其一定会舍不得 美月看着如此真诚的斋藤 心里有一丝触动 随后 美月趴在了斋藤的肩上 他也想起了丈夫说的话 也正是因为如此 美月的复仇之心也有了一丝动摇 第二天 美月和斋藤最早到达了公司 他为了揭开心中的疑惑 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雷木到底因为什么自杀 可是斋藤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彼是自杀ではありません 我 我 俺が殺したんだ